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云政法2018-31号以下简抽意见 上述意见中全面深化改革 加强条件保障 强化管理靠和 加强组织领导 四个方面提出了云南省政府对云南大学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支持方案 在全面深化改革部分 意见表示将深化人事制度改革 把云南大学列为人事制度改革式典单位 其中对特殊岗位和特殊人才 采取考科等形式进行批用 意见还提出将扩大云南大学采购自主管理权限 支持学校创新教学科研仪器设备 采购管理服务模式 支持云南大学自行组织采购 自行选择科研仪器设备评审专家 利用第三方网络交易平台开展网上竞价采购 不过意见中最直观的利好 还是加大经费投入 加强资源整合和加快平台建设三个项目 意见提到云南方面将把 政府、学校、社会相结合的多元投入机制 省财政2018年到2020年 投入不少于25亿元专项资金 支持云南大学世界一流大学建设 云南大学要积极拓宽筹资渠道 整合各类资金 制定完善的资金规划和年度使用计划 此外 意见表示 将统筹考虑云南大学世界一流大学建设 与区域高等教育发展的关系 推进云南大学与省内有关高校的整合 支持云南大学与行业、企业、科研院所的合作 神话差教融合发展 提高学校吸了社会资源能力 有化资源培制 共进一流大学 2017年9月21日 教育部公布了外界期待已久的 双一流建设高校名单 和双一流建设休克名单 根据教育部公布的名单显示 进入双一流大学建设名单的高校 一共有42所 其中 A类36所 B类6所 在42所一流大学建设高校中 39所为远九报五工程高校 而云南大学 郑州大学 新疆大学三所 211工程高校顺利图为 预期它39所高校 一同位列一流高校建设名单 收到媒体广泛关注 云南大学官网 2017年12月28日公布的云南大学 一流大学建设方案 共分建设目标 建设基础 建设内容和建设预期四个部分 云南大学在方案中设定了三不走的方针 到2020年 学校综合实力明显增强 若干学科基深世界一流学科行列 建成全国一流综合性研究型大学 到2030年 学校综合实力和办学水平显著提升 初步建成立足祖国西南边疆 面向南亚东南亚的综合性 国际性 研究型世界一流大学 到本世纪中业 学校在人才培养 科学研究和国际影响力等领域 享有卓越的声誉 建成世界一流大学 而入选首批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名单后 云南大学利好消息频传 例如 在2017年底教育部公布的 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结果中 云南大学的表现颇为抢眼 民族学以A加的成绩为之全国第一 生态学等学科也进入全国前十名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